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輪 你今天運動了嗎? HELLO 大家好! 你今天運動了嗎? 今天我們在室內拍攝 然後我後面就有100K 這個100K就代表說 我們其實頻道來到了10萬 那我想說 大家其實對我們有一些好奇 那我想說好吧 那就不免俗的來一個 就是10萬的QA 然後就是收集了一些些大家的問題 知道大家一定很好奇 攝影師長什麼樣子 因為他好像也從來沒有在螢幕上正式的 然後乾乾淨淨的 不要太狼狽的出現過 所以我們今天男的呢 都是一個不是運動的裝扮 你們沒有看錯頻道 就是這個是一輪的運動日常 沒有錯 一輪正常原本的樣子就長這樣子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 好那我們來請攝影師 跟我們一起進行這個 10萬QA啦 大家好 大家好 現在是正常樣子 就是 還能被蹂躏乾淨的樣子 欸那這個時間真的很少 很少這個樣子啊 有啦就是 沒有我平常看你也不是這個樣子 停息的時候就 沒有你很 今天來到了10萬訂閱 很感謝大家支持 那我們就是 趕快進入我們的主題啦 好我有點緊張 好喔那我們的 10萬QA 155題 快文快卡 正式開始 心理層面最崩潰的一個賽事 怎麼克服 我會想說未來如果說 我在回想這一天 我如果沒做的話 我會後悔的好 我就會去做 就把認證完成 對就把認證完成 拚了 所以崩潰也要去做 所以你的最常說就是跟他拚 對就是跟他拚 發布一個男人公主抱你照片 有嗎 有這個照片嗎 有好 有好OK 那我們透支上去 可以公開錄影時間嗎 一直是一輪的鐵盤 很想跟一輪一起去爬山 或越野的行程 因為爬山這個東西還蠻吃天氣 就是天氣好才會上去 未來有公開的錄影行程 當然還是會揪大家一起 但平常說是我們自己 但操作上是比較方便 對 愛情史 我可以不回答嗎 可以不回答嗎 可以 但是要有一點其他的表示 其他的表示 對 大家都知道你體能超好了 對不對 對阿 那當然就是要稍微有一點點 比如說體力上的 消耗 對 懲罰 好嗎 不然你說嘛 那不然你一提不回答 我們就扶緊張10下 10下 太少是不是 好 10下可以 10下可以 好OK 所以現在先記起來 一開始運動時 毅力如何堅持下去 我覺得就是 記錄下來 設立目標 然後 結交好朋友 關注一輪 秉除輪粉的意見 10萬達標後發自內心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還是很想要做一些像動保相關的議題 環境相關的議題 這才是我 經營這個頻道最想做的事情 你會後仰跳投嗎 不會 什麼時候還要來台中騎車上市沒有跟到 因為睡過頭了 不是下次訂鬧鐘訂10個 段時沒有計畫 請問之前雞蛋糕推薦的口袋名單 他講的是台南 沒有啦 我之前在限動有發過 喔喔喔喔喔喔 你有沒有關心啊 因為你的限動很多 我每天要關心你太多的事情 有時候 就是我接下來會那個 在可能下面的連結上會貼上去 或者是我會在限動再繼續PO 請問美麗達瑞克多推薦嗎 推 10萬一輪領旗雙塔 雙塔其實有一點點 真的有一點辛苦 就是如果要跟大家做一件事情的話 我不會開那麼硬的啦 跑步一開始就肚子痛是怎麼回事 每次要跑都有點緊張 怎麼樣才能達到好的狀態 跑步會側腹痛 通常第一個就是你的暖身不夠 然後呼吸不順 或者是你在運動前的飲食 跑之前可能飲食要注意一下 不要吃太多會脹氣的東西 你今天運動了嗎 運動了 你今天運動了嗎 的由來 我想說運動了 的由來 他想的 請問倫倫是美容師嗎 是 想知道利用什麼裝備和APP 紀錄每天訓練 裝備的話 就是用Garmin的手錶 然後APP的話就是 因為Garmin可以直接連 連到那個Garmin Connect 然後Garmin Connect 它就可以去連接那個 Strava跟馬拉松世界 Strava的話它的優點就是 因為它可以分一些區段的競賽 那馬拉松世界我非常喜歡用它 就是因為它是日曆式年曆式的紀錄 就是你一目瞭然說 我今天到底其實可以沒運動 對 然後我這個月的運動狀況 這一年的運動狀況是什麼 所以這三個APP我都會使用 那也不麻煩 因為它其實可以直接都 combine在一起 你有沒有男朋友 福利女生 福利女生 好 何時要結婚 這問題好困難喔 對啊 男朋友都不知道的 你要問何時結婚 所以這個要福利女生嗎 這不用 我覺得就講不知道就好啦 就是 對啊我們沒辦法知道 對啊無法知道 一輪有推薦什麼公路車嗎 你說如果說要入手第一部公路車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有拍過那個 入門的公路車的影片 那其實我還蠻推薦就是可以買一些過產的 像捷安特 美利達都是一個很棒的牌子 自己沒有單車推薦 新手道腳踏車店租車長途騎乘嗎 找店家有什麼一定要注意的 他應該是想要環島吧 應該是這看起來是要環島 好如果說你覺得你真的只有環這一次島 就再也不會騎車的話 你是可以用租車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想要入這個坑的話 我覺得你還是可以去入手一台公路車 對 對那如果說你想要找店家的話 要注意的東西就是 size一定要符合你的size 因為如果說你的size不符合的話 其實在長途騎車是 就是非常的痛苦 對那個騎乘姿勢跑掉就是非常的痛苦 這件衣服有賣嗎 馬來西亞粉絲想要 喔馬來西亞咧 我知道我那時候在po的是那個 你今天用的嗎那個背心 對那件背心 對 我們還是在努力優化當中 因為我覺得我要給你們的東西的話 我會想要就是準備好 然後至少說每個細節 就是我能顧慮到的東西都盡量的倒好 所以暫時還沒有 但未來希望會有 何時娛樂客大叔來場單車PK 我會死吧 終於找到我的想像了 如果你說跑步什麼的 那我不要 繼續加油往20萬賣進 慢進它寫慢進 慢慢的前進 不要這樣子吧 快一點沒有關係 謝謝謝謝 跑拳馬還有騎一日雙塔的時候 大部分在想什麼 佩服一個人意志力 就是想著拍照打卡 對這是很重要 這是第一個 要拍照打卡 持冰 然後睡到爆 想聽輪哥一路走來的甘苦談 當成為一個可能在螢幕上的人 我覺得要背負的責任跟壓力其實是蠻大的 那我一直在適應這件事情 那我也希望說 能藉由我們的頻道 去傳達很多正確的東西 可是其實要準備一些正確的東西 都是需要時間的累積 然後跟準備的 沒錯 對 這是我覺得比較辛苦 但是我覺得很值得啦 就是應該要這麼做 IT band痛怎麼辦 這 IT band 那就是放鬆啊 跟拉筋啊 就是一定要做到這些東西 好不遇到撞牆齊掉數的時候 仁仁仁在想什麼 以及如何撐過去 其實我不太在意這件事情 當這件事情真的發生的時候 我就是不看表 然後繼續跑 那如果說真的是碰到賽事的時候 然後我們難免都還是會注意一下 說自己的配數什麼 那這時候我就會特別的去省思說 自己最近的精神狀況 身體狀況 然後去了解一下到底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對 那我覺得難免 就是狀況其實都是一定的廣告 沒有想問 只想恭喜拿獎牌啦 謝謝 會去9月台東Ironman的E3嗎 不會 你的理想型 我的理想型 我的理想型大概就是 我希望對方是有自己的熱忱 那這個熱忱的事情最好是正向的 能為對社會帶來一些幫助 或者是對自己帶來一些幫助 近期還有約騎嗎? 沒有 怎麼說服不讓我騎車的爸爸 這個其實我以前也有碰過耶 就是我記得有一天我爸 就是這樣坐在我旁邊 然後他就在開車 然後有一天他就說 欸女兒我們有一些事情也跟你講 我爸今天就沒有那麼認真的跟我說這句話了 然後我就突然就 正經為座 父親您說 父親大人有何指示?請示下 然後我爸就說 我覺得你最近好像有點走火入魔 然後我就想說什麼東西走火入魔 他就說我就是我那時候 剛開始接觸鐵人的時候 然後你就會花非常多時間在運動上面 然後他就覺得我有點走火入魔 但我覺得就是不斷的溝通 我就跟他說 運動其實對我帶來的東西是什麼 對帶來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就是溝通溝通再溝通 嗯哼哼哼 對好 簡單講就是叫爸爸一起來騎車 很帥的辮子頭怎麼綁 就是大半夜 就是大清晨的這些草主媽叫我媽起來 把媽媽挖起來 幫我綁萬 就是前一天就是請人家綁 就花個兩三百塊給人家綁 一輪的走火條件 有沒有考慮要結婚 怕婚後影響運動生活嗎? 家庭工作跟運動 他都是環環上扣的 他都是生活中的衣服 所以那 你就是要不斷的去平衡 對啦 你問怎麼 我為了運動我不要結婚 那有這種事情 也對不可能 對 問我說我為了結婚我不要運動 那很奇怪 就是這個東西都是 他是在一起的 他可以兼得的 他是在生活中 本來就是其中一個part 對對對 怎麼學游泳 怎麼學游泳 首先要先找到 推坑你的好朋友 不然我其實就是 完全不會碰游泳這種事情 我是靠意志力 就是每天泡水泡到灰 不是只是泡在那裡 泡溫泉也可以嗎 沒有就是你還是要游 然後就游著游著 你就會突然就會了 然後對 因為旁邊有些人會教你 對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 跟一群好朋友一起去 然後多看網路上很多影片 也會教訓 你喜歡什麼品牌 好東西我都喜歡 怎麼會想當youtuber 因為這個事件很好玩 我想帶大家一起看見 帶媽媽問 再參加三鐵會架不出去嗎 這個問題很有趣 它其實背後含的 隱藏的意義是 有一點點我們在對性別的 一些刻板的印象 比如說好了啦 之前三條魚 這個社群上面 就有人在那邊留言說 你跟聖捕蜂 是因為有雪霸的幫忙 就是他好像想要去酸這件事情 可是一般大家不都是要嘛 就是覺得當女生做到某一件事情的時候 一定是有工具人 對可是好 第一個首先我們講到 如果說雪霸這部分 就是不管男女 其實你在真是母王的時候 很多人都是會親雪霸的 對啊都有啊 對因為這是非常危險的 沒錯 高風險的活動 所以這東西是非常的正常 只是我覺得女生如果能做到 一綱一柔的時候 其實會特別的耐人學問 對 下一題 2020果然間發現一輪頻道 看著看著也被一輪點燃 跑步跟登山魂 感謝一輪 謝謝 有推薦的泰車嗎 我沒騎過泰車耶 對啊我們都沒有騎過泰車 一輪的本業是在做什麼 怎麼會有這麼多時間運動 工作跟運動不衝突 一輪的體力是怎麼維持這麼好啊 就堅持運動 OK 一輪的正職是什麼行業 是運動員嗎 怎麼保持笑容滿面充滿活力呢 我已經快分不清楚自己的正職是什麼 但是現在慢慢趨移就是頻道為主 本身念也不是念體育 那怎麼保持笑容滿面 其實我覺得笑容是需要練習的 以前其實我不是很愛笑 對就是因為我就很胖 我臉很胖 innovate 對然後就笑起來就直接變共玩了 但是就是有一天就有人跟我說 我的笑容很好看 以後我才開始慢慢去訓練 就是在鏡子前面訓練 然後練著練著其實就會發自內心 對然後就 其實我覺得就是要對自己有自信 好奇平時一輪視角的攝影師 呃 暴衝的攝影師嗎 我有暴衝嗎 好啦希望未來有機會開題 就是說會員頻道的時候來幫大家拍一下好了 會拍籃球體驗嗎 暫時未計畫 你大概多輕 那好奇怪的問吧 不會啊 這有人怎麼會聊天啊 喔好喔 我好像說你大概多重 喔對嘛 我上一次有記憶應該是56.9 欸沒有57.9 然後那個護士就很驚訝說 我問你怎麼那麼重 運動前後都會熱身嗎 如果有那都怎麼熱身呢 要熱身啊 我們熱身就是環跑啊 慢騎啊 就輕輕 踩踏就輕一點啊 對啊 或者是就拉緊 嗯 攝影師是誰 是我 什麼時候會去爬山 呃 快了快了 一輪工作是什麼啊 全職YT 快了快了 一輪怎麼可以保持這樣好心情 好心情嗎 其實我還是很多時候是很低落的啊 只是說你們可能看到的時候是 就是因為在螢幕上 或者是跟你們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時候是真的很開心 我很enjoy在那個檔下 對 可是我們還是有大多時候 可能是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還是會有心情可能比較低落的時候 所以我一直在社群上 也要跟大家溝通說 這個東西其實是蠻正常的 所以你也不要覺得說 這一個這麼陽光的人 他就不會有陰暗面 其實陽光跟陰暗面是並存的 就是看你想要面對哪裡 對 你不可能一直在陽光啊 你會被 每個把菜傷吧 喔對 哈哈哈哈 當遇到運動撞牆期 該怎麼跨過去 take a break but keep going 如何保持持續運動的心 常常會受到天氣或外在因素 改變原本的運動計畫 要當一個成功的人 我覺得就是要信守承諾 所以包含對自己的承諾 對 所以我就是這樣 你保持的 好 下一題 要報名今年的太魯閣拳馬嗎 太魯閣拳馬 拳馬 開贏了吧 沒有 上次有說 會說說跟攝影師阿爸的淵源 是這次可以說嗎 那個時候是 我們是騎車認識的 對 對 然後我們也從來不講話 對 因為我們的等級差太多 我們年級差太多 然後我還是一個小菜雞 我不知道跟小女生聊什麼 你知道我覺得 欸 你那屁又在說什麼 什麼叫你那屁啊 可是這麼了解我以後 我應該不是你那屁吧 不是 反正我跟這個人 就是完全不會一起騎車 因為我們就不同事業的人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碰在一起 一輪的夢想是什麼呢 讓世界更美好 讓你每天運動的動力是 被自己判斥 一輪是什麼時候開始熱愛運動 從小我就運動 從小 對 可是我只是從17年才開始微律的運動 就公路車怎麼處理 可以賣掉啊 一輪有幾台公路車 三台 來 心路歷程 爽 出書計畫 培養自己當中 公開活動 社群會PO 一週作息 之前排過 運動影集 太複雜了 今年目標 完成三鐵 開盤了 請推薦股票 欸 我沒有要炒股啦 所以不要問我這個問題 不過我還蠻推薦 大家可以去聽古萊的Podcast 因為我最近聽到他分享那個 Mark Cuban說的一句話 我覺得還蠻受用的 就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把錢投資在 填補在自己的缺口上 那就是最差的投資時間 大家可以去議會一下這個問題 一輪運動完吃一大碗冰的時候 都在想什麼 我應該得到的 有偶像包袱嗎 應該沒有吧 沒有 什麼契機讓你開始運動 一直都有在運動 什麼時候還要約齊 社群會公布 一輪姐姐你屬雞的 所以你今年是不是28歲 沒有我16歲 想請問一輪 你自己對跑鞋選擇 會是怎樣選擇呢 請 如何在運動表現和控制飲食中取捨 平常就是少吃澱粉 多補充蛋白質 但賽程的話會補澱粉 那賽程還是補蛋白質為止 漂亮姐姐會想交男朋友嗎 你今天運動的嗎 好喜歡看漂亮姐姐的影片 超愛 我會繼續支持你的 好謝謝 什麼時候要參加個人賽的226 暫時沒計畫 什麼時候讓你每天都有動力去運動 你就思考一下 如果你這個時間不去運動的話 你在幹嘛 如果你只是拿來滑手機拿來睡覺 那不看電視 就很沒有意義嘛 那就是看你想要把時間怎麼去分配 攝影師是你男朋友嗎 這樣子嗎 到現在參加過的比賽 太多了 你有來過大都會公園嗎 有 接下來除了三鐵馬拉松的規劃 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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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熟喔 可以在大家圓猛 不會擔心失去對運動的熱忱 那一天的到來 不會啊 運動是一直持續的事情 就跟吃飯一樣 想請問爬山下坡的技巧 每次下坡都走到膝蓋痛 你可以走Z字型 然後用登山障 或者是用護膝 其實都能夠幫助 一輪有為了運動表現進行其他訓練嗎 肌力訓練 重訓這類的運動比例多少時間呢 我會做重訓不是說要讓這個 就是可能突破什麼層次 就只是讓它就是交叉的運動 對 讓我保持運動的習慣 那如果是沒有在賽事的狀況下的話 大概會在三層的時間做重訓 但是如果有賽事的話 我應該會降到兩層 因為重心就是我的放風力 希望有爬山團想跟一輪一起爬山 但你不可以用跑的 好 下次開爬山團你就不會不用跑了 謝謝你幫我講 下一題 一輪有沒有試 是大學沒有做現在有點後悔了 其實我不太會後悔什麼事情耶 因為其實在每一個當下 你都會想著 我未來不做這件事情會不會後悔 所以我是沒有 好奇你有幾台公路車 三台 有沒有考慮拍球類運動 暫時沒有 一輪交過男朋友嗎 有 有計劃成為全職YouTuber嗎 希望可以 那就得靠大家幫忙了 請問身高幾公分 上次你說你58公斤我完全不信 很瘦很勻秤啊 162 真的我真的58 我再量給你胖 太激動了 會來台北快閃嗎 暫時沒計劃 有沒有考慮徒步環島 沒有 可以拍一輪逛街嗎 買車衣褲或運動用品 其實拍我逛街你還是蠻辛苦的 因為我走路非常快 對 他用走的 我要用快走的 對 關於攝影師 好關於攝影師 我們以後有專門的視頻 再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騎車速度在20 這樣怎麼提速呢 就一直騎嗎 我看大佬們都30幾 還是車子也有關係 那就是主要想要進步 對 台樓啊 你怎麼騎車的台樓 簡單就是要進步 那我覺得在成長的過程中 都會有一點不舒服 所以你一定要讓自己感到不舒服 每天都會運動嗎 有人問過我一週運動幾次 然後我回答一週八次 對齁 沒有啦 三四次 三四次 運動怎麼像你一樣保持好膚質 拼命坐臉拼命敷臉 然後我跟綁品狂擦 每天都會擦 你騎的是什麼型號的車 美麗達的瑞克多 想知道你的OSPW System 是什麼牌子 瑞迪爾 平常跑步完會做放鬆伸展嗎 對 什麼時候還要快閃跑步或騎車呢 車團會跑步 下一題 什麼時候再來台中特輯 暫時沒機會 下一題 想問一輪怎麼收納車庫 形狀好奇怪 到底要怎麼整 以為大家真的有這個困擾 就是一層一層一層一直疊上去 沒有我就亂塞啊 平日保養品卸妝防曬推薦 我是用SALONE的品牌啦 如果真的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思選 那我看老闆娘不要出貨 騎車的快樂來源是什麼 啊就很快樂啊 換空吧 要換車了嗎 暫時沒有 一輪有規劃來屏東怪傘嗎 暫時沒有 還會辦粉絲見面會嗎 現在是專職YT嗎 就是我接下來辦粉絲見面會 當然是會 那我也有預計要開會員頻道這件事情 那我到時候可能會在頻道上 會去做一些 比如說糾團一起去訓練啊 去玩啊 所以到時候都會在你們那個上面 一輪為什麼這麼厲害 為什麼這麼厲害啊 為什麼掉下來 其實厲害的人非常多啊 只是剛好我是在螢光幕前被大家看到 好下一題 一輪騎車騎長途當天或隔天會不會 屁股下面那塊兩個骨頭痠痠的 欸其實會耶 但是我是 就是在可能隔一天再繼續騎車 然後沒有穿車褲的時候特別有感覺 為什麼會開始騎車 就遇到一群好朋友 有全台跑透透或騎透透的計畫嗎 希望可以啦 希望一輪能帶騎類似一日台北台中 台中高雄或騎比較好入門的路線 好未來約騎有機會 你有什麼貼飾給新手 才要學騎自行車的馬 騎就對了 一輪是從小開始運動嗎 對 小時候我爸媽都會到處運動 一輪會怕癢嗎 會怕 下一題 等一下這句話 這個問題是要幹嘛 他想對我幹嘛 一輪會怕癢嗎 那我也害怕 對 然後搓你 之前的各類運動體驗還會繼續嗎 希望可以看到羽毛球的 如果有機會 如果大家要看的話 其實沒有要問什麼 就是一起加油 你超棒 要繼續帶大家前進 謝謝 想問一輪什麼機緣下開始刪帖的 認識一群好朋友 怎麼安排時間運動跟工作 自律 騎車跑步都在想什麼 沒有特別想什麼東西 大多時間是放空的 是誰提議要做YouTuber 最後一題 可以把你的瑞克桌送給我嗎 不行 好以上就是我們的155期的QA 每一個人的其實問題都有看到 然後包含其實每一次在線動跟大家互動 我都是滿用心在看大家的回饋跟留言什麼的 那有時候可能沒有回應 是因為我們其實有 1K啦 1K啦 好啦沒關係 100K不是1K喔 好 直接關頻道掉粉 好那個剪輯師幫我直接上兩筆 那邊幫我直接後製 希望變成1000 1000K Yeah 好加油 就是需要大家繼續的支持跟關注 對 那就謝謝大家 那你來說 好如果喜歡我們頻道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我今天好像拖把喔 我是誰我在哪 哈哈哈哈